2024年2月18日,在加拿大劣质文和石剧场 由瑞邦金融全资赞助的瑞邦春节元宵晚会 在加拿大劣质文和石剧场隆重举行 此次晚会得到了伯父科技、温哥华画剧团、温哥华青少年艺术团 温哥华国际舞蹈艺术学院、Vism学院、温哥华华人业余高尔夫 对季公开赛的共同主办 吸引了包括加拿大各级政要、社团领袖在内的700多名观众参加 共同庆祝这一传统佳节 晚会通过一系列丰富多彩的节目 深入展现了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 大家好 2020瑞邦金融春节元宵晚会马上就要开始了 在我们温哥华地区Riverrug和石剧院的这个现场 其乐融融、拆灯米 所有中国汉服年的味道都在这里展现 也展示我们加拿大华人的精神面貌 和对祖国亲人的思念 同时利用这个节日 庆祝我们所有的海外华人 对广大的这个中国年的这种推广 尤其是瑞邦金融界这个机会 让广大的客户 自己深深的厚爱和支持的衷心感谢 预祝本次晚会圆满成功 也祝大家有一个 隆隆的成功的吉祥的龙年 晚会荣幸邀请到众多尊贵的嘉宾 包括释迦堡北区联邦国会议员 陈胜元先生 BC省列治文北区省会议员 曲杰斌女士 BC省列治文南区省会议员 Henry Yao 列治文市长马宝定 本纳比市议员 王白静先生等政要 以及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代表 Elaine Fung女士 瑞邦国基金融集团董市长 李洪先生 瑞邦资产管理公司总裁 廖子卫女士 温哥华国际舞蹈学院 乐营校长 Vism教育舒逸禅校长 温哥华华人 叶于高尔夫 对济赛荣誉主席 伯父队队长周硕先生 北美妇女联合总会会长 徐玲女士 加拿大齐鲁商会会长 郑燕女士 大温哥华中华文化中心主席 郭英华先生 加拿大非杀义工协会会长 张慧欣女士 温哥华湖南同乡会 执行会长Linda Lee 温哥华四川同乡会会长 杨沙女士 加拿大齐鲁华人总商会 荣誉会长张志敏先生 加拿大华人社团联席会 秘书长王静女士 加拿大冰之花酒庄的 寿元龙总裁 刘一首北美集团公司 高级总监Rita Wren女士等 商界领袖 他们的出席彰显了社区 对本次盛会的支持和期待 大家好 我是陈胜眼联邦国会演 It's such a delight to be here tonight at the Respond Chinese Spring Festival Gala We're celebrating the year of the dragon The dragon is about strength It's about success So I know that the dragon will bring us good luck, good fortune, prosperity all throughout the coming months 我祝大家身体健康 新年快乐 荣年大祭 今天很高兴来到 瑞邦金融的春晚 我们也知道 今年是荣年 我们借着这个机会 祝所有的固天的 所有的观众朋友们 荣年行大狱 荣年吉祥 万事如意 生意兴隆 我从前来讲呢 为什么来到瑞邦金融的活动 瑞邦金融 你知道一听到瑞邦金融的名字 我们就知道 华南社区 又在为全兵新省 全加拿大 这台谋福了 他们做了慈善 为了社区做不同的义工 也是我们大家有目共睹的 我想利用这个机会 支持我们慈善的机构 也支持我们好的企业 为我们社区做更好的事情 谢谢大家 也建设祝大家 荣年行大狱 我的名字是曼金融丽 我叫瑞邦金融的首席 这是一个真正的幸福 我今天在这里 与很多民众的社会 人们从瑞邦金融丽 但人们从全面 都终于回复上 温哥的区别 我希望大家 愿意义每一人 一个喜好 新年 我们到达 《赢金融丽》 来到大孙子的年 是一个真正的年 它将是一个真正的年 它将由幸福 好幸福和健康 所以 今天非常高兴 能参加我们瑞邦金融 举办的这样的一个春节的晚会 瑞邦金融在过去的这岁月里面 为我们本地的社区 做出了非常大的贡献 支持了很多很多的社区的活动 所以非常的高兴 这次能跟大家一起来参加这样的一个盛会 也借此 终于地祝愿大家 新春快乐 农年大吉 晚会的开场环节 特别引人注目 由吴童 李招 Jason Yu Ima Sun Nathan Sun CC招和武警共同主持 以及由财神带领的小龙人队伍 和瑞邦短片的播放 营造出一个喜庆热烈的氛围 小明明 小明明 我是一场小明明 小明明 小明明 我是一场小明明 小明明 我们的世界 是七年化 中花膜 三神首岁 十五少更 传承文化的年 千文万物 日月同会 我们戴哥戴主 共和新年 瑞邦金融集团成立于2001年 总部位于加拿大多伦多 拥有自建办公大楼 分支机构遍布加拿大各省市 瑞邦资产管理公司 是加拿大著名金融公司之一 拥有加拿大最顶尖的财富部份 专业会计 财富律师 并与中国各地著名律师 及财块机构联手打造 是全球华人家族 在世界资产管理与布局 不可缺少 和值得依赖的顶尖团队 不管理的客户 瑞邦总裁 在廖子卫 业绩达84个国家同行业顶端 他有北美及中国近30年 金融投资知识 及丰富的实战经验 2015年2月19号 及2016年4月14号 加拿大总理两次套访 廖子卫位于多伦多的府邸 与瑞邦金融的高端客户 及朋友同僚 亲切交流 并对瑞邦金融和廖子卫女士的 卓越业绩 以及对社区各类社会团体 慈善活动的参与和支持 给予了高度评价和肯定 2016年9月1号 廖子卫总裁拓邀 作为加拿大成功华人企业家代表 跟随加拿大总理 在上海出席G20前重要商贸会议 并在9月22号出席 米克强总理放家 蒙特利尔高端商务活动 带领众多瑞邦杰出的企业家客户 在食品业 农业 高科技 融资等方面 进行了成功的商业下谈 成功辅职并常年独家资助 加拿大青少年基金会 十多年来 模拟世界高端商业竞赛 开始了独有的青少年商业创意大赛 导师团队实力超强 有加拿大著名大学商学院终身教授 英国国家高等教育全球命停人 教育博士 世界五百强企业高管 以及成功企业家 金融投资专家等社会各界精英组成 培养了众多长青藤商学院优秀学生 以及成功的年轻创业企业家 经历会为青少年提供 包括才艺 创意 慈善等多方位的培育平台 综合打造 具备负荷优势的世界高素质的人才 2018年开始 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合作 使许多优秀青少年 有机会获得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希望之光奖 有机会参加世界级的各项活动 在过去的数年里 多名活跃在青积会的多伦多 温和华 萨省 曼省 爱德华王子岛等地的成员级领导 分别获得了哈佛大学 麻省理工学院 纽约大学斯特恩大学 和约翰霍普京西大学等著名大学陆举通知书 下午4点30分至5点30分的猜灯迷环节 更是为现场增添了浓厚的节日气息 观众在享受精美小吃和酒水的同时 也体验了传统文化的乐趣 瑞邦资产管理公司的全程赞助 和多个华人社团的共同努力 使得这场盛会得以完美呈现 晚会详细介绍了赞助方和主办方的贡献 表达了对他们不懈支持和努力的感激之情 尤其是瑞邦资产管理公司总裁廖子卫的致词 不仅展示了公司对社区的贡献 也强调了资产传承和理财规划的重要性 我们必须搭建这样一个舞台 让我们今天看到的各个舞台 歌唱话剧的 让我们的年轻人插上志堡 让他们有更多的机会表现他们 尤其今天我们跟联合国捐款 同时也给我们青少年基金会 商业创业比赛的孩子们做颁奖 尤其在瑞邦金融二十多年的成长当中 我们的孩子有在深圳创投三级的大移 现在是世界追逐着十个以上的钱家 也有我们世界中级小姐Paterine Lee 当然还有更多的孩子们走在成功的道路上 作为我和我的先生瑞邦金融 一直受到社区的厚害 尤其我们养育了很多孩子 我们看到的是我们海外华人僑胞的美好的生活 让我们更多的关注我们的下一代 让我们华人们在世界上插上志堡 所以我预祝大家有个美好的新年 请求大家一定要跟财富和未来走在一起 谢谢 在龙岩元宵节即将来临的时候 今天特别高兴能够来参加由瑞邦金融资产管理公司 主办的春节和元宵晚会 现场也非常热闹 非常开心 也非常的激动 瑞邦资产管理金融公司 在我们大温地区也每年赞助举办了很多场的这种春晚的活动 今年主要是由他们自己来主办的 所以你看今天的场面非常非常的热闹 也非常非常的喜庆 我们非常的感谢 非常荣幸今天可以参加瑞邦的春晚 我们瑞邦的总裁廖子薇女士 在我们温哥华除了是很出名的企业家 也是很出名的慈善家 那我们瑞邦的春晚 每年都是大家非常瞩目期待的一个盛大的宴会 所以今天晚上进来就发现 也是可以说人头积极 可能全场都要爆满 那我们首先预祝今晚的春晚能够圆满成功 今天非常荣幸的来参加我们瑞邦金融的元宵晚会 在这里我们是要来表扬我们值得骄傲的湖南人 我们的廖子卫总裁跟李红董事长 和他们的瑞邦金融这样杰出的企业 他们在这里办这样的元宵晚会 不仅是传承我们中华的文化 而且是让社区里面更加不多的不同的人 来了解我们的文化 从而大家互相了解来促进我们社区的繁荣 是一件非常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也很感谢他们的付出 在这里我祝大家新年快乐 农年大吉农马精神万事如意 现场对青少年在商业创业 志愿服务以及担任职务方面的杰出成就 进行表彰和职务授予仪式 瑞邦通过举办这样的春晚不仅致力于传播中国文化 还旨在为青少年搭建展示才华的舞台 并对他们的贡献与表彰 从而在财富传递和人才培养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 瑞邦金融总裁廖子卫女士和主办方代表 一起向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捐赠了善款 这一行动体现了华人社区对公益事业的深厚支持和积极贡献 我叫黄爱爱 我以后要多做一工多为大家服务 晚会分为四幕 春月来 庆兴春 喜元宵和共欢笑 通过包括文化表演 歌舞 相声等多样化节目 展现了中华文化的丰富多样性和魅力 其中抽奖活动成为晚会的亮点 增加了现场的互动性和乐趣 活动以所有参与者的合唱和祝福落幕 留给观众深刻的印象和美好的回忆 祥龙宪瑞 邦情团圆的2024瑞邦龙年春节元宵晚会 不仅展现了瑞邦金融的慈善精神和对社会的贡献 更是海外华人社区共庆传统佳节 展现了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 加深了各族意间的文化交流和理解 促进了中加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关系 已经新年快乐 唱响崭新的光辉社会 一顿战斗的韩蕾出点的春天的台歌 春色无边 梁笑语里出元月 菜市有效 果树银花 狐夜间 据嘴 花笋 八月 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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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月 瑞邦龙年春圆肖元宵晚会 上次就我提醒了 我们来参见 各位众位 当我们在组吧 最美好的众 来送给你 祝你青春快乐 龙年大吉 你笑容是买着金珠的笑 和火灰时代明天为了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